博人转上年片的故事已经告一段落 但留给我们读者的谜题却不少 像是名人的中立子模式和六岛仙人模式到底哪种更强 16岁的博人这一身行头真的是佐助的吗 博人的近眼究竟有什么能力 灭尸儿小强都有今生商人吗 在漫画连载期间 官方并没有推出新的公事书 所以在设定上很模棱两颗的东西 就值得靠我们读者自己去推测 或者是参考主创的访谈 官方的宣传物料 亦或是人设稿 想到出关于成年名人用的是六岛模式 还是九浪漫模式的争论 我们就是在VJUMB杂志上找到的答案 本期视频我就来展理一下 官方那些零零散散的宣传物料 看看上面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那么点个关注开始本期视频吧 佐助会不会死 关于佐助在博文传里的生死问题 大家从一开始就比较悲观 一是因为佐助娜升级血了眼 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那佐助就有可能流为陷阱的垫脚石 随着佐助在佐梁娜开万花筒行灵院 这一关逃过了一劫 但后面佐梁娜开永恒万花筒的时候 该又怎么办呢 佐助的眼睛会不会移植给佐梁娜呢 这就很难说了 第二就是开屏16岁博文的这一身形头 不管是披风还是配剑 都像是从佐助那里继承来的 当我们还在心存侥幸时 博文的人设稿上早就清楚地著名了 这把剑就是佐助的 所以不管怎么看 佐助都凶多吉少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16岁的博文 身高只有163 比同龄的名人还要矮三厘米 名人矮可能是他从小生活结局 吃得差 营养不良导致的 但博文小时候不存在这些问题啊 那想必就是他在里村流浪这些年里 生活过得非常艰苦 有一餐每一餐的 但也有可能只是博文发育的晚而已 像是名人佐助在这个年龄 也和博文差不了多少 16岁后才开始狂涨身高 最后名人1米8 佐助1米82 最夸张的是首局 首局19岁时 身高1米65 22岁时竟然飙到了1米70 女生在成年后 还能长高5厘米 这种情况真的太少见了 但是我们肉眼可见的 首局却是发育的比较晚 木叶十二小乡都有警生商人吗 四战后 小鹰和鹿丸 立马就被提拔成了商人 再直出 驶吹了博文传时期的小李是商人 初天是中人 博文传动画开播后 有张宣传图 把警鹰和之奶也画到了商人行列 在近期发射的木叶新传的 单行本上 有提到牙式木叶警务部队的队长 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 就是曾经佐助的父亲 与直播副月坐的那个位置 那想来牙应该也是商人了 也就是说 目前只有丁四和天天两位 还没有实锤 至于佐助 因为不属于正规部队 所以没有头衔 另外案本在采访中 也提到名人在成为火影前 依旧是下人 虽然四战后 卡卡西曾让名人 恶不理论之事 好快点成为商人 但现在看来 效果微酷其微 名人在当上火影后 经常加班 除了火影要清理行为 处理的诗本就很多外 另一方面 估计就是名人的理论 知识不扎实 导致的工作效率低下 也连累到陆湾 经常跟着他加班 所以好的学习习惯 一定是从小养成的 否则长大后 想静下心来看一本书 都很困难 伯仁的敬言有什么能力 敬言一词 最早也是出自伯仁的 这张人设稿 动画实物集播出后 黄成戏导演解释说 敬言的能力 是恶意感知可视化 并且还与 异空间的大头目有关 那会还是17年 动画刚播出不久 所以更具体的能力 可能作者都还没有想好 到了后面的一维护卫片 伯仁的敬言 被赋予了新的能力 可以看到 普世的始空间传送门的位置 这也可能会成为 日后伯仁对抗 大头目一组的关键能力 还有就是在伯仁的相关设定里 一直没有找到 与白眼相关的能力 之前有不少朋友 把中文人考试上 伯仁攻击露台这一掌 当成了柔拳 但我个人觉得 这只是普通的一掌而已 日向一组的能力 应该会有小葵来继承和发扬 以免兄妹二人的能力 太过于重合 但现在的问题在于 近眼一词 在漫画里 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起过 上面提到的那些能力 也没有在漫画里展示过 这就让动画里的那些能力 像是原创出来的一样 很尴尬 正因如此 不少人觉得物料图上的介绍 不过官方 罕见量不够 比如在动画的某张宣传图上 给天天和小李的关系 标注的是原夫妇 于是就传出了他俩离过婚 天天是小李的前妻一说 后进案本指证 蠢术下高 小李的妻子是个路人 只是他懒得去设计而已 另外 WeJump杂志上 曾提到过慈仙有轮回燕 但不管是慈仙还是一世 都没有用过轮回燕 但新闻中的《忍者大图间》里 也有写到《猛幻灰目盾》 可我们也没见他用过 还有最为激烈的 六道模式与重粒子模式之争 会业以一世之争 都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料之称 才有了那么多的争议 现在官方竟然确认了 伯伦专漫画第一部已经完结 那就赶快把前运之数安排上吧 好多问题都挤去这本 新的公事书来解答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